海岸山脉北段最高峰巴里湾山 是阿美族文化的发源地 族人称之为奇拉雅三圣山 奉秉相公所近年来也积极地向上争取 农路改善和圣山步道建制的计划 不过却因涉及林保署林地而卡关 相公所也在县府继承座谈会上反映 对此林保署表示将会全力地来配合协助 丰冰山境内的巴里湾山是阿美族文化发源地 这座族人称之为吉拉雅三的圣山 从2019年起包括瑞穗光复丰冰 以及凤林等地区的阿美族部落族人 也前不后继的上山巡跟立碑 但要改善通往圣山步道设施 前段农路的改善却因用地问题而卡关 林保署对此表示111年就通过同一失作 阿美族圣山步道前段先接农路用地没有问题 封闭湘工所对于后段圣山步道的修筑 在低密度协力修筑条件下出估约1300多万元经费 包括经费与用地的问题 湘工所表示仍需林保署首肯协助 那主要是因为它就是要靠人力去实作 还有我们的夹丫山的那个上面的那个祖林人碑 也需要去做一个整理 那因为这边有很多瑞穗光复 还有凤林的一些阿美族的族人都会去爬那座山 所以可请就是长官这边能够支持 我们这间夹丫山的一个步道的改善 可以看到的资料是在111年底完工 那当然因为一些原因没办法完成施工的部分 如果还有需要要后续施工 这个部分只要再行一下公文程序 基本上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除非那个设计施作的内容有改变 或者范围有改变那我们再确认一下 这个部分我们全力的配合没有问题 我们湘工所近几年来积极向上争取改善 圣山步道计划除了经费的争取不易 也因涉及林包署管辖林地 以至于计划推动进度牛部化 湘工所也在今天县政府的这一场基层座谈会中提案反应 县府也高度关注积极协调中央驻地权责单位 林包署话林分署对此表示 也将全力配合协助部落文化产业的发展 记者是玉兰风斌采访报导 简单是玉兰风斌采访加入 咱们来自个大门